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察来观战一把要将的佣兵 不知不觉他又打到了SE佣兵 反正感觉打着打着 看他的那个佣兵排名又到了SE 这方面的话这道阵容打一个雕刻加余生 这边可能是搬了一个机械 然后选了一套梁猛男 然后带先知加囚徒的一个阵容 这道阵容还不错 上来的话这边躲掉了所有的雕像 然后只吃了一刀十几刀还行吧 余生还有三个户币 余生这边如果说真的要闪现投铁锥呢也能锥 但是锥傭兵的一个收益不高 因为外面放的是一个先知加一个囚徒 密码机修打得比较快的 这个雕像 那那那那闪现留着的话收益还是挺高的 这一波这个雕像前面躲掉了全部 后面的话两波雕像全打中了 这个点位击倒一个余兵主要是闪现没有焦点 因为闪现焦点的如果是余兵手上还留有护币 其实穷者是可以凭借着余兵本身的一个特性 加上护币的一个牵制时间来保平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这边就肯定还是要救 就看救下来以后能不能牵制的动了 因为有闪现的话不好牵制的 他得是护币先拉开距离 然后不让你有机会能打我刀 然后待会看情况 你闪现一刀以后我这边鸟顶上 这个一波的一个对抗 说不定能把这个局势盘活 如果说这边直接鸟给到前锋 想让前锋卡半救 这前锋本来想卡死救的 现在的话那慢慢走过来 鸟给到了前锋也行吧 就是余兵这边休息下来以后帮忙扛一刀 然后护币拉走 一波撞没撞晕 这波小球没撞晕 余兵手上没两个护币 来镜头给他要降 要降的余兵还是很有可能能牵制出奇迹的 这边的话应该是先不进交互点 因为我还有一个护币 然后在最后时间内 再用护币跳到交互点旁边 然后再利用这个交互 拉开一波升位 因为如果你直接进交互点 第一的话你的一个位置是固定的 然后这边雕刻家是可以利用自己的雕像来打你伤害 然后如果打中的话闪现谁 第二呢就是 这边你进了一个交互点以后 他的一个护币跳的一个点 没有办法跳到下一个交互点了 因为他当时那个窗口翻进来以后 一个护币跳 其实也跳不到下一个交互点 雕刻家这边平地跟着 然后闪现到可以带你走的 这边的一个选择就非常到位了 然后这边一波脚步一压 要降啊 不愧是要降 这样的话余生等于说丢了一波节奏 再来追前锋 前锋是有球的 球头这边有电 换抓球图 余生这边能翻个啥 翻根针的话他就舒服了 这样的话将 哎 摸起来了 这一根针他就很舒服了 这一根针摸起来以后 他不需要队友的救治 他自己摸 摸完以后 待会他还可以再来救拨人 如果密码机够的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这边 一个上挂飞的余兵 现在补成一个满状态 外面剩下三台密码机 我一台修过一半 余生的话 虽然说这把节奏丢了 但是平局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能来保的 真胜的话得看后面 再看下一波防守 因为他这边带走前锋以后 他是一个二阶 如果穷者来救 是有可能打一波防守节奏 再把局势翻回来的 现在的话得说双方 还是一个偏向于五五开 偏向于五五开 呃 佣兵嘛 我觉得不太好来救 因为他毕竟是个上挂飞 然后密码机不够 哎 翻了一个香水 那要救了呀 翻了个香水 有可能要去救一波的 这里先知 中场密码机补掉 外面一台遗产 百分之七十不到 百分之六十几 佣兵如果说能够 在卡死最后救一波 其实密码机是够的 先知那边去补最后一台了 囚托这台能 还在连 还在修两台 这先知如果摸上的话 卡死就一波 你还真别说 带着香水的 香水放 往前走 往前走 这刀不能打 等香水回 但是这波香水回 好像不是特别好 不过现在雕像了一个真空气 百分之八分三 捞 雕像 救下来了 握了一个大 救下来了 二十多是上挂飞 这边跟着游民吗 看着密码机 这台点掉 先知这台 已经压好了 哇 吃小药 真的是稳 等 秒记点亮 前面还有块板子可以用 这边余生的话 一波雕像推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雕像的话 马上能续好 这边 一波雕像带走 傭兵可能要直接传啊 因为这边求人者的话 先知这个位置本身 清仓这边 那个球头的位置本身离门很近的 本身就往天门方向去的 一波 没能带走的话 应该是一个三跑的 一波没能带走的话 应该是一个三跑的 哇 这个局真的是 是笑药那波的一个牵制拉点 选择真的非 仓的到位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